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 大家早 感謝大家今天進入了課程的第三天 對吧 對 第三天 今天早上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主題 因為在開源的社群裡面 常常都是以 或科技社群裡面 各社都是以專案在溝通 就是會有各樣的專案 那其實不論在怎樣的工作領域 你的工作常常也都是 一個一個專案在進行 那所以說今天主要是要大家在講說 就是怎麼運用一些數位工具 再來管理你的專案 還有最重要的就是 如果你本身就是 以前比較沒有跟工程師工作的經驗 在一開始跟工程師一起合作專案的時候 其實常常會碰到 兩邊的想像和溝通是不一樣的 像以前就是我在 我的一些就是在民間團體工作的朋友 然後我就會問他們說 你們工作會碰到工程師嗎 他們說會來會來會碰到 我說那通常你都會請他做什麼 會怎麼合作 他說請他做一個網站 我說那你還會再跟他多說一些 做網站的事情嗎 他說沒有啊 就是請他做一個網站 就是他們在工程師的想像就是 當我要做一個網站的時候 我要找工程師 然後好像就沒有再更多 可以怎樣合作的想像 那所以說呢今天就是我們會 請講師DDIO 就跟大家說明更多 關於這部分的事情 好那我們歡迎講師 -好 bede 好像 這樣有回音嗎 沒有 -有一點 所以我要拿遠一點 好 拿遠一點應該就可以了 -對 -再 Business 麥克風在我上面 那我測試一下 那我移一下我的 桌子應該可以吧 喂喂 喂喂喂 喂喂 喂喂 好像更多了 喂喂喂 喔好我覺得我拿遠一點好了 遠一點就還好 喂喂 喂喂 好 喂喂喂喂 欸可以了可以我覺得這樣不錯 喂喂 測試測試 來那個在 等待的過程呢我們可以先看一下 那個如你有電腦想要 一起放投影片的話 這是今天投影片的連結 好 那在 正式開始之前我先現場 調查一下我們 今天來的朋友你們 自己有在不管是用個人 還是用你的組織的身份 你有經手或是參與過任何數位專案的 可以舉個手嗎 欸 只有 這麼少嗎 所以只有一層 一層而已嗎 那 你們 剛剛舉手的人裡面 本身是技術背景 就是你是工程師 或是你是設計師的 可以再舉個手嗎 所以剛剛不是的有這位和這位嗎 可以 可以稍微講一下你大概做過 就是怎麼樣的專案 方便分享嗎 可以是可以啊 不過 可以是可以啊 不過那專案蠻失敗的 就是一個用Unity開發的遊戲 我們是大學的 算是社群吧 然後就開發一個用Unity做的小遊戲 然後基本上都用Telegram 跟Discord溝通 然後基本上 做的蠻失敗蠻爆炸的 就這樣 好的 對 所以我們剛才有朋友做了一個遊戲 那這位要分享一下 好 就之前做了一個 嗯 校園課程的網站 然後就是把 考古題跟 課程心得之類的 從就是PB 就是BBS上面 搬到網站上 然後做一些視覺化 然後你在裡面擔任的是什麼角色 算總招類的吧 總招 嗯 對我們剛才有 兩位夥伴 一個人 第一個他是做了一個遊戲 然後當然他後面有講了 有用了一些技術 他做了一個 有一群人大家一起做了一個遊戲 然後我們第二個例子 是他做的數位專案是一個 網站的形式 但他其實背後的資料 是從那個BBS上面來的 對那我們今天的 今天的主題呢 是我們要 要怎麼樣去規劃一個數位專案 那因為 現在在場的 那個 大部分的人 現在沒有 類似的經驗 那我等一下會 就先從例子開始講 而且 可能 我不確定大家 現在在想像那個 數位專案是什麼 像剛才 Lulu是說 其實數位專案好像就是 找工程師來做一個網站 那我們等一下會來看 這個 到底數位專案 是什麼樣一個東西 對那 先簡單 介紹一下 關於我 那我自己的話 我是 就我現在的 職業的話 我喜歡說 我是家庭主婦 因為我是 在家基本上是 做飯啊 然後提供一些 情緒勞動啊 打掃啊 然後 我之前是一間 新創公司的全職員工 那現在 就除了家庭主婦之外 就在家裡 做軟體工程師 然後 我在G0V 那個 我們前幾年應該有介紹過 G0V 還沒有嗎 好 那我講一下G0V 就G0V 是台灣的一個 開放原始碼社群 那 它和 其他開放原始碼社群 比較不同的地方 是它的 主軸 或是說大家來G0V的 共同的 那個目標 是 想要 去 做一些 和公共議題 或是比如說 和社會議題有關的活動 而不是純技術的一個 開源社群 對 所以它是一個 跨開源 跨技術和城市 和跨公共議題的一個 開源社群 那我在 聚領域裡面 雖然我是工程師 但我主要 做的事情 就是去串門子 就是去幫 比如說 今天有NG1PO的朋友來 有其他領域的朋友來 那我們把 把 他想要做的事情 轉成一個 適合工程師 可以理解 也可以執行的東西 對 那 這大概是我自己 平常這幾年在做的事情 對 那 今天這門課呢 我們大概會分兩個部分 那我會 穿插的講 第一個部分呢 就是 會先講 到底今天 一個數位專案 特別我們今天在講的是一個 和公民 或是你說 和一個社會議題 公共議題 有關的數位專案 它大概 會長怎麼樣子 我們要怎麼樣 從頭開始規劃 包含 可能是簡單的 可能是複雜的 今天都會提到一些 那 再來就是 我們有這個專案 因為其實裡面 通常都會需要 工程師的參與 那怎麼樣 說 工程師今天是怎麼樣 去 參與這個專案的 我們說什麼話 工程師才會聽得懂 工程師到底是怎麼理解這個東西的 那今天也會涵蓋到 這些部分 對 好 那我們 最一開始呢 我們先從 那個 最大的輪廓開始講 第一個就是 數位專案到底 它可以做什麼 還是不能做什麼 我們一般的想像就是 反正我們就是做一個網站 它可能今天是一個部落格 可能是一個 什麼 但是我們今天要想的是 是 它到底 我們剛剛講的都是 它可以做什麼 那它不能做什麼 我們今天決定要做下去的時候 它需要付出的成本是什麼 這個其實是 當我們要開始做之前 都需要先考慮的事情 對 好 那我首先先給幾個例子 那第一個 第一個 是透明足跡 透明足跡是台灣的一個環保團體 叫做綠色公民行動聯盟 他們做的事情 就是它自己是一個環保團體 那平常做的就是比如說是去找一些 找他們關心的議題 比如說是綠能 比如說是空氣污染 然後呢 就是收集的資料之後 我們今天可能開記者會 有各種行動 之後我們可能目標是要修法或是什麼 那綠蒙呢 它在幾年前 它作為一個新的專案 叫做透明足跡 它的目標就是 希望做一件事情 是我希望去串聯 我透過公開的資料 就是我透過今天政府開放的 這些工廠或是企業 他們的這些污染的開發的紀錄 再加上我一些環境監測數據 比如說PM2.5的這些測量數據 來去呈現說我們今天全台灣 到底哪一些企業它的污染是最嚴重的 它製造什麼污染 或是我們在哪個地方的污染狀況是怎麼樣 用這個東西來讓民眾可以更清楚的 更透明的知道說 到底今天我們環保團體在講的那個污染 到底是什麼意思 是誰在做這件事情 所以綠蒙當初做的這個網站 這個時候所以它的主要推動人是綠蒙 但是製作的時候 那個時候透過群眾外包 那主要委託了一間叫做網路行動科技 的一個公司來製作這個網站 所以它和我們一般常見的 比如說環保或是一般的社會運動不一樣的地方是 它提供了一個網站 上面有非常多的整理過的數據 是方便大家可以直接使用的 它也公佈了違規的資料 然後有一個視覺化的呈現 再來它有把我們那個一般你在公開資料裡面 比較難找到的東西整理出來 就是一個企業的集團 因為我們在台灣的公司資料裡面 大概看到都只是一間獨立的企業 但是你透過交叉持股 它其實是可以找出一個集團的 那這個集團就是在這邊 他們也透過這些持股的紀錄來去找出 我們今天這個企業底下其實有這麼多的公司 比如說一間生產衛生紙的背後 其實可能是某一間是污染很嚴重的公司之類的 然後透過這個東西來讓大家可以去很快的了解說 那我們今天台灣的污染狀況怎麼樣 那透過這個參與來增加民眾對於環保團體的信任 那也增加政府就可以苛責政府和政府可以了解到 到底今天民意是什麼的一個狀況 所以這個它主要的一個呈現就是一個網站 那我們現在看另外一個比較不一樣的 這個是把網站當作參與的入口 這個是那個今年由Reader 他是淨傳媒的台灣的一個媒體叫淨傳媒 他們的新媒體實驗室推出一個計劃 那叫做總統候選人的事實查核 他們要做的事情就是為了因應就是現在其實世界都很風行的假新聞 或是假新聞這些事情 所以他們想要做一件事情 他們要把台灣今年所有總統候選人的所有的發言 全部都打逐字稿 打完逐字稿之後 根據對他們的話做事實查核 意思就是說到底哪一個總統候選人他講的話是沒有根據的 或是扭曲事實的 那為什麼說它是一個入口呢 因為我們知道有打過逐字稿就會知道 就逐字稿是一件非常非常費力的事情 它是你很難透過就是單一組織的財力 或是時間或是人力來完成這件事情 所以今天Reader做的事情就是他透過了群眾外包 我用這個程式的力量 我把影片上傳之後 剪成20秒一個單位 讓大家來參與 就是打20秒的組織稿其實很快 我一分鐘之內就可以打完了 所以我今天有非常多的人 用我的鹹魚的時間 我每個人每天花10分鐘 我合起來其實就可以把所有候選人的組織稿打完 那打完之後再由專業的媒體來負責做後續的事實查核的工作 而且這個資料也全部都會開放出來 所以像這個專案它的網站其實是做一個入口 其實它是整個事實查核流程裡面的其中一個環節而已 但它也是一個數位的專案 那我們來講一個沒有網站幾乎沒有網站的 這一個也是台灣的勞工陣線 他們在去年想要做一個計畫是想要調查 今天在台灣領最低基本工資的人 在台灣的主要的都市裡面 租屋可以租到租屋的那個居住品質是怎麼樣 對 那他們在做這個時候 因為台灣其實沒有公開的那個租屋的這個市場的資料 所以他們需要做一件事情是 他們要去把全台灣的那個租屋的網站的資料全部爬下來 全部抓下來 所以這個時候呢 他就來G0V 找了 這邊是 那個時候是我負責 就是我接了這個案子 然後幫忙把東西爬下來之後 他們最後拿這個東西去分析出了一本報告 也在去年的時候就是有發佈 那後續就有記者會啊 行動什麼就是有這樣一連貫的繼續下去 那就是我們這邊前面講了三個其實有的是網站 有的把網站當入口 那有的其實連網站都 不是他就是一本那個紙本的PDF的報告 但其實他們數位專案我覺得如果今天要講 到底今天什麼樣叫做一個數位專案的話 你可以說他就是透過寫程式來滿足某一個東西 那到底今天程式是什麼東西 我們在應該昨天的下午就是我們大家有去玩那個Cold Convay 就是那個程式的學程式的遊戲 對 那就其實程式基本上它最核心的價值其實就是自動化 意思是說它是一個人去要求機器幫我們做事情的一個方法 所以意思就是說我們今天如果有方法可以叫程式去做我們原本就要做的事情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把原本要花的時間拿去做其他的事情了 說起來有一些抽象所以我們直接看例子 我們剛才看到那三個例子裡面 第一個我們講透明足跡 透明足跡其實它透過這個網站來做什麼事情呢 來自動化哪些東西 第一個溝通嘛 你就想如果我們可以有一個想像是如果今天沒有這個網站的話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還可以做透明足跡想要做到的事情嗎 其實是可以只會非常花力氣 第一個溝通比如說我的確我可以上街去發傳單 那我可以透過媒體我可以透過投書 可以透過很多的方式來跟民眾溝通說 今天台灣的這些公司的污染的狀況 或是我整個台灣的這些空污的數據是怎麼樣 但是我透過一個網站之後其實我只要有空 我看到了新聞我就可以直接進到這個網站來 直接看我不需要有任何綠盟的人在場 第二個數據分析 數據分析在透明足跡的例子裡面 其實我們透過它去找了一些可量化的東西 比如說我開發的次數 比如說我那個煙囪的那些污染的指數的偵測 來去跟大家說 其實我們在台灣做這個空污的 做這個煙囪做工廠的排放的監測 其實是並沒有非常確實的 我用這些東西就可以來去突顯說 今天我們這個社會上面還有哪一些問題 是可以被處理的 那第三個例子可以自動化 就是我們是可以即時的分工協作 就是我們在那個事實查核 總統候選事實查核的例子裡面 我們做到的事情就是 如果今天沒有那個網站的話 我們當然還是可以招一批志工來 那大家比如說每個禮拜聚一次會 每個人認領一批族志稿 打完之後再放回來 其實是可以的 但是今天你透過這個視察的網站 和背後的那一套就是發包的程式 其實你就不需要做這個流程 我隨時我有誰只要有空上來 我有五分鐘十分鐘 我都可以做這樣的事情 那最後一個是例行的電腦操作 比如說我們在最後那一個租屋的 那個基本的調查裡面就可以知道 其實如果沒有那個程式去爬租屋網站的資料的話 他就是大概就是會請一堆的公讀生來 然後把全部的資料就是逐筆的抓下來 那會很花時間但是做得到 對但是你今天有程式之後 我就可以省下這個時間 那我也不需要再去偵測後面的錯誤 那剛才講的都是那個數位專案可以做什麼嘛 那講的好像說我們今天有做網站就可以做很多事情 但是我這邊那個一定要打一下預防針 就是其實它有很自動化或是程式其實有很多 做不到或是很難做到的事情 那比如說我舉那個最有名的例子 大家都很喜歡講大平台 就是我們來做一個什麼什麼平台 就是我們來做一個空 不是空 我們來做一個什麼 可以匯集群眾來一起幹嘛的平台 來做一個志工系統 就是平台呢 就是數位專案可以做的事情是 我可以幫你降低參與的門檻 就是你人進來了之後 比如說分工作啊 比如說討論啊 我們可以幫你自動化這些事情 但是它的前提是要有人來參與 它才會是一個活的平台嘛 那這件事情就不是程式觀的 那比如說尊嚴勞動 我們說你自動化之後 人就會有什麼多餘的時間出來 我就可以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那其實也不一定啦 就是如果我們來看過去科技的發展的話 就是比如說家電的發明 像是電鍋洗衣機的發明 其實在過去研究裡面它可以證實 就是它並沒有這些家電的發明 雖然降低了比如說單一勞務的工作量 比如說洗衣服 比如說煮飯 但是因為其他的勞務的要求相對變高了 比如說你既然有電鍋 那你煮飯應該就要很穩定很好吃啊 所以它並不會去減少 家庭主婦的整體的工作量 就是那個東西其實它意思是說 它除了這些工具之外 背後有另外一整套的那一個結構在運作 所以它不是這麼簡單就會被去改變的 那第三個例子是 但是大家現在還喜歡講大數據 所以我們有一批數據之後 我們就可以拿來做什麼什麼事情 好像有數據之後 它就可以超越人類的理解 去找出一個我們原本不知道的東西 但它其實有非常多的限制 就是它背後比如說 它背後數學模型可能隱含一些偏見 而且那個偏見可能是你不懂這些數學邏輯的人 就更難發現的 那詳細的話我可以推薦一本書叫做大數據的傲慢語偏見 可以去參考一下 所以數位的工具或是數位的狀況 其實還是有很多它沒有辦法或是很難去處理的問題 好那我們如果聚焦回來說 那在我們可理處理的問題裡面 我們真的要用數位工具嗎 那就是我們要考慮到的事情是 它其實你今天要做一個網站 或是你要做一個什麼東西 做一個數位的東西 它是要有成本的 那個成本的意思是說 你今天我可能是需要 我要把這個案子想出來 我要去找工程師 我要去找設計師 這些全部都是資源 那我做出來之後我還要去營運它 比如說網站 如果今天它倒了 或是如果今天有 剛好有非常多的人流量灌進來的時候怎麼辦 然後再來是我今天引進的數位專案 像我在那個看大家報名的題目裡面有看到 就是你引進的 在一個組織裡面做數位專案的時候 這個組織的其他人 是不是能夠適應這樣的東西 對這也是一個問題 或是有一些是無法適應 那有一些是他覺得 好自以為數位工具什麼都可以做 對這種人其實有時候 就是你會需要引進數位專案的時候 會需要和組織裡面原本的其他人 來去就是要一起去共存 和要一起討論出一個可行的 那個可以一起共存的一個方式 對所以數位專案基本上它 我們不要把它想成是一個 你就做一個網站就好 它是我覺得比較好的想法是 它是一個它是解法的一部分 意思是說你在我們今天這個組織 或者自己想要打到某個目的的時候 它其實是要有它是有一連串的 這個解法是有一連串的東西在裡面 比如說我可能需要行銷 我可能需要推廣 我可能需要做一下使用者的研究 或是經營各種東西 所以數位專案它是一個 讓你可以使用的工具 但是要不要用或是要放在哪一個環節用 那就是其實是大家需要去考慮的事情 那我先到這邊有人有什麼疑問嗎 前面一開始會講比較抽象一點 好 請 請 哈囉 就是你剛剛有提到的地方 那個大數據的那個部分 就是其實就我的經驗而言 就是很多 以政治人物為例好了 他可能就是常常會在選舉的時候 他就會亂講一些有的沒的大名詞 然後他可能對這東西完全不懂 可是就是會有選票啊 就是在聽的人也不能夠完全理解 跟講的人也不能夠完全理解這個東西的前提 他所要的這個目的就已經達成了 那他為什麼 就是他就不會有動力促使的人去瞭解說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不是嗎 就是有沒有什麼 對 因為他們就只是想要選票而已 他根本不care這個東西到底在講什麼 但是技術人員就會很在意 你根本不知道你自己在講什麼東西 你怎麼可以亂講 可是這就是 我覺得就是一般人跟專業人士的差異 就在這裡 那 所以 即便我們真的去花時間了解這件事情 但是一般人其實根本不在乎 他就只是想要聽到一些很fancy的名詞這樣 好的 想必就會朋友應該是深受其害的 就是才會有這種發言 對那 就我講我自己的立場 因為我雖然這門 我覺得這門今天這門想要跟大家說就是 至少我們先讓大家知道 今天一個數位專案 到底他可以做什麼不能做什麼 他的成本是什麼 那 因為我覺得在我的經驗裡面 我自己 我自己除了待在科技公司之外 我自己還 我還參與了一些 就是非技術圈的那個NGO的運作 對那 我自己的經驗是 這種東西你很難說 欸 今天大數據很流行 所以大家都應該知道大數據是什麼 就他 這個世界運作不是這樣的 就是在 比如說我這個技術 比如我們技術領域裡面 覺得是一個常識的東西 在別的地方就不會是 就是相反也是 就是在別的領域裡面 覺得是常識的東西 在技術圈裡面不一定是 所以我覺得 當我們今天覺得這個東西重要的時候 該做的應該是 我們覺得 在我的生活的這些領域裡面 怎麼樣讓其他人可以懂這個東西 那我覺得就是 比如說透過 這兩個禮拜的課 會是一個媒介 就是我們今天讓 跨領域的這件事情可以發生 就是讓今天比如說 非技術的人可以懂一點 比如說技術 或是開源的這些文化之後 你就可以把這些東西 帶回去自己的組織 因為就是 所謂跨領域的合作這件事情 一定要有人願意跨出那一步 就是一定要有人知道你在 一定要有人知道兩邊的東西之後 你才有可能來真的把 比如說大數據 去放到一般人的生活裡面去 我這邊有個問題 就是說因為我 就是剛聽到就是說 數位專案 跟我們一般的那個公司的那個 專案到底有什麼樣的 不一樣的地方嗎 謝謝 好 那這個我等一下就會講 所以我們就直接看下去 對我的確我裡面講的 這邊講的數位專案 其實有一部分是和一般的專案開發 或是我們說一般的器官 或是你說政府的運作 是有點類似的 那我會講的 你等一下會看到有一些部分其實是重複的 但有一些部分的話是數位專案獨有的 好 那來我就開始講說 就是一個 我們要做一個公民數位專案的時候 它的生命周期大概是長怎麼樣 這邊其實和 我們這邊其實就和一般的那個專案有點像 就我們來講說 一般大家在想說 我們以為的專案的生命周期 基本上就是做網站 就是剛才Rulu也有說 就是那個好像我們今天找工程師來 總之就是把一個網站做出來 所以那個也有人那個其他的說法叫做 把我們就把資料放到網路上就好了 或是我們來做一個平台來去做什麼什麼事情 這大概是你如果今天是完全沒有概念的人 可能會覺得今天一個數位專案大概就是這樣 那其實你說在做一個專案的時候 我們至少最基本的我們要不能只是做 我們要有規劃就是我們要來整理一下說 今天這個專案我們大概想要做到哪一些事情 那我們可能還會找設計師來 我們來畫一下圖 那有一種就是比較那個簡單的說法叫 我們就把這個網站變漂亮 但其實這樣子都還是不夠的 一個完整的專案的生命周期應該是 我要先從提問開始 就是我要去知道今天這個問題 我想要解決的問題是什麼 它的全貌它的現況是什麼 之後我才能來做後面的規劃 就是當我在一開始的時候我應該先來講說 我現在是因為我看到什麼樣的問題 它的現況是什麼 我覺得可能的解法和這個東西會影響到的人是誰 之後才來講後面 那基於這樣的現實 基於這樣的事實 那我想要做怎麼樣的方案 和我要執行哪一些事情 然後呢 而且我們做完之後呢 我們會需要去檢討 就是這個東西是不是有真的達到我原本的規劃 和去回答到我原本的問題 對 然後再說我們的下一步應該是什麼樣的一個東西 當然這是理想上就是如果有看過氣管 或是有做過一般的專案的話 會覺得理想的狀況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當然實際上可能通常都不是嘛 實際上就會是我們一開始就老闆說要做一個什麼東西 或是有誰有權利的人說我們要做一個什麼東西 然後開始做 然後我們就一路地執行下去 因為你編執行會發現我原本的規劃是不太對的 我可能進度會延遲也會延誤 然後我可能會有外面一直來不斷加進來的新功能 所以導致我要一直不斷地做下去 那這個時候在數位專案裡面 我們怎麼樣去處理這些事情呢 對 所以剛才講的就是當我們 當我們今天是只有規劃沒有前面的提問 規劃後面就一路執行的時候 就很容易發生這件事情就是我們的下盤不穩 因為我們今天不知道我們的最初的那個提問是什麼 我們不知道我們要解決的問題是什麼的時候呢 你就很容易飄來飄去 就是今天我們想要加一個新功能進來 它就加進來了 我們想要多做一個什麼它就會多做什麼 所以在數位專案裡面我們去處理這個的方法 就是我們今天把開發的流程縮短 我們今天讓每一個從提問到檢討的這個週期縮短 比如說你可能是兩個禮拜可能是一個月 我們讓這個東西變短之後 讓它可以很快的來去驗證 我們當初的那個提問和解釋是不是對的 然後如果我們有驗證了這個東西之後 我們也可以做一些小規模的實驗 結果我們今天透過把週期縮短之後 讓我們的可以預測的程度變大 然後讓今天比如說我們有不斷的新的東西進來的時候 我們可以透過每一輪的檢討 來去很快的來去反映說 那我們今天為什麼就是要不要多加這個東西 那是為了什麼 那今天外面加進來的需求也不會跟你說 所以你要我加這個東西要等半年 不會因為我可能比如說兩個禮拜或一個月之後 我就可以來考得要不要把這東西加進來 所以這算是數位專案一個比較特別的地方 我們後面會再詳細的講說這套東西應該會怎麼樣運作 但大家現在可以記得就是 在數位專案的開發裡面 有一件事情是我們可以做到很快速的 我們專業事務叫疊代 其實它就是把原本的開發週期 比如說半年或是一年的拉繩比較短的小段之後來做開發 那我們這邊就舉那個我自己有做過的專案 就是剛才舉的那個我們做台灣的租屋資料 和基本工資的那個調查的案例來講 那一開始就是我們後來決定 其實我們要做的事情是 我們要把台灣的租屋資料開放出來 所以這時候我們設的那一個提問就是 今天作為一個議題研究者 我其實是就我想要研究台灣的租屋資料的時候 其實是一個現況是我其實是沒有那個資料是可以使用的 我只能用猜的或是比如說用之前做 樣本數很少的問卷來做 所以我希望我可以有一個即時更新的 就是符合現況的一個租屋的資料 讓我可以來回答各種的問題 這是我的最初的提問 那我在規劃裡面我們要做的事情 就是我們可能要把那個租網站的資料定期的 定期的不斷的抓下來 而且這個東西要可以開放出來 因為這樣子才可以供有興趣的人來研究使用 那有了這個之後我們的最後一步就是我們根據這個資料 來回答相關的問題 那所以執行呢 我們到執行這一步的時候我們就會講到 那我們其實抓下來之後可能 因為這些租網站都是商業網站 所以我們可能要處理到法律授權 我們可能要我們會需要寫那個程式 我們程式抓資料下來之後呢 我們會需要去清理資料 那因為我們是開放資料 所以我們需要加一個網站 來跟大家說這裡有這一批資料 它大概結構長怎麼樣子 然後呢 最後我們要來回答問題 那當然我們有了這個之後我們就來講說 那當然大家都會問嘛 我們就是作為一個NGO 我的那個記者會是有期限的 我的專案是有期限的 所以這東西多久會做完 所以在這就會講到我們剛才講的那一個 快速的迭代或是我們講明節開發 所以我們先來大概看一遍 就我們那個剛才說要執行的這些東西裡面 有哪一些東西 每一個項大概會花多久的時間 那我們就來看我們到底對什麼東西熟不熟 法律呢當初我完全不熟 那591雖然我是工程師 但是我不是寫爬蟲的 所以我也不會寫 那清理資料 這可能要清冷才會知道 對 所以看起來是一個 好像全部的東西都不是很確定的狀況 那我們要怎麼樣估時間呢 所以我們就來看說 怎麼樣叫做驗證這個提問最快的路 因為我們如果回去看提問的話 我們會發現其實我們需要的是一個 可以拿來回答租屋市場的資料的問題 所以我們要做的其實是 我們只需要先想辦法把爬蟲寫出來就好 我們如果暫時先不把資料公開的話 它需要處理的法律問題就會少很多 所以我們剛才 雖然我們的執行剛才講非常多項 但其實我們只要先寫爬蟲和回答問題就好 那就至少可以去處理我們目前短期的需求 對 那就像這樣子 因為我那個時候我的還不會寫爬蟲 所以我們那時候把 不知道有問題嗎 喔 不好意思 對 我剛剛忘記是爬蟲 爬蟲呢 就是爬蟲 爬蟲 如果我有講到一些專業的術語 是大家覺得不知道我在講什麼 就可以直接問我 謝謝 對 因為我有時候會忘記這件事情 爬蟲就是我們剛剛看到 比如說一個租屋網站 我有一堆的物件 那爬蟲就是那一支去 把網路上面 網頁上面的資料抓下來 整理成一個可以用的資料的一支程式 對 對 它是從英文直接翻過來的 它叫爬蟲或是叫蜘蛛 Crawler 就英文叫Crawler 對 然後 對 所以我們 那因為那個就是抓資料的這個爬蟲 我不會寫 所以呢 所以我們的第一步是 好吧 我們至少先寫一個 它可以跑一次 我們原本的目標是要 可以做即時更新吧 我可能要每天爬 對 那我們好吧 我們先那個把我們的目標再放短一點 我們先寫一個只會 跑一次的 那我們 跑下來之後呢 那我們之後就可以開始寫可以定期爬的啦 那定期爬的 跑完之後呢 我們最後真的有空的時候 我們再來處理怎麼樣公開資料 然後法律上面應該怎麼處理 它是一個 我們可以在第一階段的時候 就讓問題分析先開始進行 先讓資料清理先開始進行 然後呢 我們再做後面的第二和第三階段 好 那對 剛才這位朋友問的問題是那個 第一個是 我就算只寫 只跑一次了會不會有法律問題 然後第二個是 那我要怎麼估跑一次要花多少時間 對 那第一個 會有法律問題 但是就是 那就會是我那個時候的 能力有辦法處理的事情 因為通常法律問題是因為我有公開 或是我有什麼 那我們如果今天是做一個研究的話 它就完全不會公開這些資料 所以那就是我覺得 在我的認知裡面OK的範圍 那第二個是怎麼樣估時間呢 就是後面還會再講說 那今天我們怎麼樣估時間 那原則上就是 我們會給一個很保守很保守的估計 比如說那個時候的話就是說 我們一個月之內 會把這支爬蟲寫出來 但是我們不會一個月的時候 真的才把這個資料交出來 我們會說 那我們可能中間比如說 我寫完一個禮拜或兩個禮拜 我寫到一個段落了 比如說那個時候整個租屋網站的資料 大概是六萬筆 我先寫了一支爬蟲 它大概只能抓一萬筆的 它抓了一萬筆之後 那個層次就掛掉了 那只有一萬筆 我就可以先把這個一萬筆 拿出來給勞工陣線 來去讓他們試跑一下 他們想要做的分析 所以它會是一個循環的過程 為什麼我說數位中央很適合 做快速迭代就是這樣 就是我們可以找到一些 雖然我們距離 雖然沒有達到我們所有的目標 但是我們可以先做一些事情之後 讓所有人可以比如說平行的工作 所以雖然我說保守我抓一個月 但是我可以一個禮拜兩個禮拜 就先把一些可以用的東西拿出來 給其他人一起用 對 那這邊要講的就是 其實為什麼軟體工程會想要說 我們把東西盡量切小 讓整個做專案的這一個循環盡量的加快 就是因為在軟體開發裡面 通常時間是沒有加減法的 就我們不會說我們今天要做五個功能 五個功能大家各顧一個時間之後 加起來就是整個專案的時間 通常事情都不會這樣運作 就是通常事情都會比你想的還要長 因為你可能一開始 會有一些東西沒有想清楚的 那甚至你要把 你要如果為了想清楚 你想這件事情本身就要花時間 所以一個比較簡單的方法就是 我們今天不要壓功能 而是壓時間 就我們今天來確定 我們不要說我們什麼東西做完之後 再來看下一步要做什麼 而是我們來講我們就固定每週每兩週或是每個月 都來討論一次我們現在做到哪裡 那我們都會有一個目標 比如說一個月之後要做到哪裡 但是那個時候如果沒做到的話 我們再來檢討說那為什麼沒有做到 那我們要怎麼樣修正是因為什麼 就是軟體工程可以做這件事情 是我們今天讓討論的時間都是固定的 來了之後我們再來檢討為什麼 之後再來回到剛才那個循環 就是回到原本的提問規劃執行的那個循環 那剛才我們到現在大概都講了一些比較抽象的東西 我們從一開始跟大家講說 數位專案可以做什麼 那大概不太想做什麼 和它可能需要哪一些成本 然後再來講了數位專案的生命週期 我們講了那個要從提問規劃執行到檢討 然後還有講快速迭代 那我們講了一點點 剛才我們講了一點點敏捷開發和怎麼樣 和要去找那個最小的可行產品 就是我們要怎麼找到說那一個可以先拿出來 給其他人使用的東西 那先到這邊 有什麼問題嗎 對 是 沒有 沒有麥克風 你剛剛有提到說你在開始這專案其實之前你其實什麼都不會 但是對我們來去要收就是我們要去聘請一個工程師的人來說 如果工程師跟我說他什麼都不會的時候 我怎麼會知道他是qualified的人 這樣子 好的 那 我想想喔 好 我分兩個部分來回答這個問題 就是 第一個呢 我覺得應該這樣講 工程師 我剛剛這邊說的不會呢 並不是完全的不會 就是 我剛剛說的不會是概念上我懂 但是實際上我們要用什麼樣的程式語言 比如說剛才 大家昨天是玩python還是玩javascript python 對 比如說像爬蟲 那個時候我覺得有一個工具我自己覺得很想用 但是我從來沒有用過 他是用python寫的 但是我本身是寫javascript 主要是寫javascript 那所以我知道爬蟲的概念 但是我要去學那一套工具怎麼樣用 對 所以就是雖然我沒有寫過 我會說我不會寫 但那個東西並不是說我要從頭開始學 而是我要學會那一套工具 所以這是第一個 然後 還是 對 沒錯 那今天不懂技術人 今天有一個工程師跑到你面前說 我會或我不會 對你來說都是一個困擾 就是 你怎麼知道他今天說的到底是什麼話 那後面會跟大家說 你今天怎麼樣透過一些 就是評估專案的方式 或是你今天要找 你如果自己不會判斷的話 你要找到怎麼樣的技術 找到怎麼樣能力的人來幫你 來協助你一起判斷這個東西 對 當然我覺得 我覺得今天講的東西是 讓大家有一個概念說 我們今天做一個數位專案的時候 會碰到各種事情 但是 並不是 我覺得很難 就是要求說 今天來上完課之後 我就要可以自己當一個就是全職的 比如專案經理 來把整個東西 整個那個產品的規劃寫出來 那大概是很難的事情 因為那是另外一門專業 但今天會讓大家知道說我要去找哪一些人 他大概需要的能力是什麼 對 好 那我們接下來呢 就是這邊有一個小練習 就是我在那個大家報名的那個提問裡面 有一些人其實都有講過自己有想要做一些東西 那我覺得今天我們現在試一個東西就是 那個你可以想想你自己已經做過 剛剛有人說我們做遊戲做失敗 或是你自己心裡有想要做的一個什麼東西 是可能是一個數位專案的 那你試著把就是 你試著用我們剛才講的這個分析的架構 就是提問規劃執行和檢討 然後把它分出來之後 就是我們等一下可以找看有誰有想要上台分享 然後我們順便先稍微休息五分鐘 可以嗎 如果有人想要喝水或上廁所的 我們等一下今天這門課呢 就是會後面還會接續的 就是這個同樣的題目 就是用你自己想要做的一個提案 然後來往後發展 那個這門課上面講到的各種東西 好那我們10點15分的時候再開始 我們一下這裡還會嘗試的 观察一下 各種東西 很容易的 一個很寬鬆 去看 animations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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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我只是要 我们要 感谢观看 我们还要 感谢观看 最后 很容易的 它叫做 是有 再來他描述了現況 就是其實現在里長是有 就是台灣的里長是有自己的LINE群組的 而且大家其實是都很喜歡用LINE 然後跟你說明一下 現在大家到底是怎麼樣用這個LINE群組的 然後最後說好啊 那既然我們都已經習慣用這個管道了 所以我們能做的有一種解法 他提出的可能解法就是 我們做一個LINE的機器人 來加入這個群組之間 我看能不能幫你自動的過濾出 今天就是把原本的這些人打的文字打的訊息 把它轉成是一個可以直接接到政府的 這些通報系統裡面的一個機器人 我們想要做這件事情 就是說那 因為我沒有參加專案 但是我看起來是好像主要感覺是非資訊人 對 我們等一下可能也會講一下不知道怎麼辦 但是 對 好 我們後面會講到 你如果今天完全不懂技術的話 可能這些東西可以怎麼樣處理 對 好 但是 好 那你問我的揣測 先說我 因為我沒有參加那一次的那個 G20B的黑客送 應該是有一些懂技術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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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後面寫到了還滿 就是 欸 潛能 你要補充嗎 要補充嗎 好 好 所以有顧問嗎 沒有 然後他聽到那時候有cofax是一個事實查核假新聞 就是你可以把假新聞傳給那個LineBot 然後那個Line機器人就會回傳你 大家 後面有真人查核這個新聞的真實性的結果 所以他聽到這個案例之後 他知道有一個東西叫做 我可以傳東西給Line的機器人 然後那個Line機器人可以吐回來什麼東西 所以他就想到說 嗯 那是不是里長這個問題可能可以解決 所以他有提出來之後 有在跟另外一個工程師討論 所以他在到 進Juline V.Hackerson之前 已經跟這個工程師討論過說 這部分我就沒有參與到就是 可能有哪些東西 所以他們先準備了一份筆記 然後再丟出來 然後我看了那份筆記之後 我就說 欸 那你可不可以先給我們看 現在里長現有的那個 會丟什麼樣的資訊 因為他只有說 里長可能就會在 他已經分類了 比如說里長最常提的是 這兩位講 對 好的 所以其實是背後已經有一些幫手 對 但是如果我們回來看 先不要看解法 就是假設今天我只是一個公務員好了 的話 那我們至少可以講到 我們現在的問題是什麼 對 那 至少我們可以做到這個樣子 那這邊因為我們 有一些技術背景 或是有一些事前有一些資源 所以我們寫的時候可以說 我們可能要用一個機器人 聊天的機器人 來做這件事情 那 但是後面也有講到 也會提到一點 就是那 如果用聊天機器人的話 可能 今天會有什麼樣的挑戰 或是碰到什麼樣的問題 所以今天寫一份專案提案的文件的目的 並不是說 我有一個完全準備好的東西 在這邊 來 你就做 特別是今天想要和開源社群合作 或是你想要來開源社群找人 一起做專案的場合 特別是就是 你今天要準備的 並不是一個完全完美的東西 就是我把解法都講好了 總之你就來幫我做 就是它不一定需要是這個樣子 但是你需要 比如 通常世主我們至少 最需要一定的 我至少要把問題指出來 跟大家講它的現狀是怎麼樣 對 那所以你除了 剛才講我們除了透過文字 我們指出問題 我們講說大概現況問題 然後我的分析 如果有解法的話最好 那有這個之外 我們也 那除了用文字描述之外 可以的話我們也提供資料 比如說以 這邊就是剛才 這位朋友講到的例子 就是 我們至少我們可以先提供一些範例 比如說到底今天里長 在這個聊天的群組裡面 都在講什麼東西 哪一些東西 是我們要抓出來的 比如說這邊 他就給你一個表格裡面記錄了很多的例子 比如說我覺得我要怎麼樣 比如說這大概是路燈的問題 實際我會碰到的句子 我今天我想要用程式抓出來的 比如說關鍵字啊 或是可能的問題會在哪裡 就是我有了這個東西之後 今天真的懂技術的人 比如說我是一個專門寫那個聊天機器人的工程師 比如說我是一個設計師 我是一個設計師 我就可以比較知道 我今天要怎麼樣可以來幫助這個專案 或是這個專案現在的狀況到哪邊 我需要什麼樣能力的人可以進來一起幫忙 這個是你把東西寫成文件的好處 對 所以我們從剛才這個 就是Linebus的試用小幫手裡面可以看到 是他其實文件裡面就已經有把我們剛才講的 你要指出問題 然後你要給資料 這邊大概其實都有做到 那所以其實就當天他們有 就已經有做了一個 就是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比較像是在設計領域做的事情 是我們把整個產品的流程 和那個新制圖都做出來 對 那詳細的部分的話 大家 你在我投影片上面 如果看到這種有底線的文字 就全部都是超連結可以點的 所以點進去就可以看到 他們現在專案的狀況 就好像再過幾天 好像明天 明天就要辦那個 就要再辦一次小劇 要去討論這個專案要怎麼樣做 那剛才講的是那個文字和 就是提問和資料的部分 那接下來給大家看一個例子是 如果我今天有畫面的話 大概感覺會是怎麼樣 對那這邊講的專案呢 是我自己也有參與的一個專案叫做Rentia 它是一個想要在台灣做一個專門為租屋者設計的 那個找房子的工具 因為現在的台灣的租屋平台基本上 都是它的客戶其實不是找房子的人 是想要出租房子的房東 對 因為是房東在付那個廣告費用的 所以今天對租屋的網站公司來說 我要照顧的對象是房東而不是房客 對 那所以我們今天想要 就想說我們可不可以用一個開源的方式 來做一個找屋的平台 然後因為這個案子最一開始提的 他本身是一個設計師 所以他在最一開始的時候 他就做了很詳細的使用者的研究 然後也有自己畫了圖 等我一下 圖呢 那大家可以不一定要畫到這麼專業 我等一下後面會列一些就是通常 大家可以比較好方便畫圖的工具 那相關就是設計網頁設計的這一個部分的課 其實在之後後面就是後面的課程也會有講到 所以我這邊就不會講到太細的東西 只是給大家來看 如果今天有的話 你看起來可能會是一個怎麼樣的感覺 對 這個已經畫到有點後面 所以我們都已經切了非常多細的版出來 比如說你這邊看到的是 我們想要做一個 以手機為主的搜尋畫面 比如說我要有怎麼樣的地圖 然後我的大概搜尋的流程可能會長怎麼樣子 它其實重點是說 它不一定需要做到比如說非常的完整 或是非常的複雜 但是因為其實我們自己如果不是專業設計的話 大概做出來的東西 並不一定就是會是最終的那個版本 但是這邊的目的是想要讓大家可以很快的知道說 我今天我的想法是什麼 除了文字之外 我多一個可以呈現的方式讓大家來了解 對 好 那這邊的話就是我們剛才講說 我們要把提案寫完 我們剛剛講了文字的部分 講了畫圖的部分 那這邊就幫大家列出了一些工具 是如果你之後想要提案的話 其實是可以來這邊參考說 我今天有哪些工具是可以用的 我們剛才講的文件 我們看到我們有用到Java's paper 那其實你如果在一般的地方你想要用Google.dat 或是比如說hack.nd.io 其實應該都是可以 就是簡單說的話是一個 只要是方便大家可以線上協作的工具 就你不要是一個只能在你的電腦打開的檔案 那其實應該就都是可以的 對 那畫圖的話呢 我們是推薦一套那個markup 它是一個 簡單說它有很多線程的套件 你可以直接很快的幫你組成一個 看起來很像網站的東西 就是很方便的 可以讓你直接畫出一個網站 它的免費版有一些數量上的限制 但是我覺得以一般的提案的需求來說 應該是蠻夠的 那當然如果你 你那個對數位工具非常的苦手的話 就是你當然自己用手或用筆畫 然後再拍照 其實我自己覺得有時候是蠻 也是一個蠻好的方式 那只是它的唯一的問題就是 我如果之後想要修改的話 會蠻不方便的 那我這邊會接下來講這一個 就是那大家會說 我有沒有什麼就是範例 我可以直接套的 就是當作填空題 如果今天全部的標題 或是到底整篇體驗要寫什麼 對我來說有點困難的話 那我建議可以參考的是這個 GTV有一個專案的空白模板 這個 對那連結就是在剛才投影片裡面 所以這邊呢就是如果大家點進來之後 你就可以看到說 其實我們就已經把 一般來說你提案會需要講到的東西 比如說我的問題是什麼 我大概要設計給哪一種人用的 比如說這個東西 像剛才我們講那個藝文平台 我可能今天要給它的使用的 主要的使用對象是比如說藝品人 但是有一種是藝品人 有一種是一般的讀者 那所以是我的使用者 我大概要哪一些功能 那現在我沒有其他人做過類似的東西 那等等等等 就是你可以直接來 照了這一份的那個格式 不一定要全部寫完 但是這一份基本上就是給你整個專案 你做一個專案的時候 可能全部會需要考慮的東西 有哪一些 那就可以參考這一份 然後把東西寫下來 然後這邊要介紹的最後一個工具是 如果今天專案的整個結構 資訊有一點複雜 我不是用一篇文章 就可以呈現完的 我可能是有一堆的資料 我可能有很多的表格 我有其他的這些參考資料的時候 應該要怎麼辦 那這邊推薦的一個比較方便的 那也是開源的工具 它叫做Hey Boulder 那我們剛才其實已經有看到 難道不管在那個 我正在用嗎 所以已經有教過這個是不是 喔 對對對 好 所以 就是Hey Boulder是一個 你可以很方便的彙整 各種不同的網頁的工具 對 所以用這個的話 你也可以很快的 把整個你想要的資訊 全部整理成一個大家都可以看 而且可以編輯的一個東西 對 好 先這邊 到這邊有人有什麼問題嗎 關於怎麼樣寫提案的部分 好 那我們就往下 我們在有了提案之後 就剛才的提案模板裡面其實有一塊 是要寫說我想要徵求什麼樣專場的人 比如說我想要找工程師 我想要找設計師 那剛才也有朋友問說 我今天對一個就是完全沒有做過數位專案 或是我沒有資訊背景的人的話 我要怎麼知道我今天到底要不要找工程師 甚至可能你今天比如說到黑客棟或是到G0V的場合 大家會問你說 或是你到一般的這種開源的聚會 或是工程師的聚會 大家會問你說 所以你需要找怎麼樣的工程師 對 那這時候就可能會是一個蠻困擾的問題 對 因為這個工程師的分工 或是設計師的分工 其實都有他自己的專業 所以我這邊來講一下 一般來說 大家常見的工程師和設計師的分工會長怎麼樣 我們以透明足跡 剛才我們講到綠萌那個例子來做範例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網站上面 它是一個上面很像是一般的部落格 我就是會有一個主要的分類 但是下面的部分 就是我會有一張地圖上面去列出了 我這個區域的所有的 比如說環境監測的指數 還有比如說工廠的違規的開發的紀錄 就全部在這個地圖上面 就是大概網站的其中一個部分是長這個樣子 那如果我們今天我今天 如果我作為綠萌的 比如說這個專案的那個擁有人的坑組 那那個我講坑組 就是我們距離民會講說 一個坑就是一個要做的事情 所以坑組就是提了這個案子的人 叫坑組 所以坑組就會說 那我今天有這個想法 我想要把這些資訊全部顯示在網頁上面 讓民眾進來的時候 可以來知道這些 就是到底我現在我在的環境 或是我在意的地方的狀況是怎麼樣 藉此可以比如說來知道說 到底今天實際污染 然後可以去和比如說綠萌我想要做的行動來產生連結 我想要做這樣的一個網站 所以呢 其實在 在程式的概念裡面 它是一個網站 所以其實大家看到的狀況 就是它是一個瀏覽器 我們會在瀏覽器上面看到這樣一個網頁 但其實在工程師的世界裡面 它是一連串到雲端的行為 所以我們先從最前面開始講 我們最前面有一個瀏覽器 然後我們會在雲端上面 它會有一台伺服器 比如說像大家昨天玩的那個 那個Python的那個Codecombat也是一樣 我們會在遠端有 我們會在某處 世界的某處有一台伺服器 所以呢 就是所有的這些 比如說檔案啊 或是我這個圖片 應該要畫成怎麼樣子 其實都是存在那個伺服器裡面 那複雜一點的網站 我可能背後會有一個資料庫 你可以把它想成是 它就是一堆的表格 或是一堆的資料 那最基本的網站會有這三個 原件組成 我們接下來會講 可能會有點抽象 但我們 所以我們接下來講一下實際的例子 比如說在這個地圖裡面 今天聯覽器打開了這個網站 比如說我不要選全台灣 我選我要看彰化 或是我想要看台北的監測的數據的話 這個時候呢 瀏覽器就會那個 用程式去跟遠端 去跟遠端的這個伺服器說 請給我這個台北市的監測的數據 那這邊其實都是 這邊背後就全部都是程式語言的部分 就是都是工程師寫出來的程式 所以這個時候 因為伺服器本身呢 它只是去接受這個詢問的 它只是去接受瀏覽器 進來的詢問 所以這個時候呢 伺服器呢 會去問資料庫 因為資料其實全部存在資料庫裡面 你可以把資料庫 想成就是一個很大的Excel 或是一個很大的試算標 它裡面就是一堆資料 但是它並不知道什麼時候 需要這些資料 所以知道要拿哪一些資料的人呢 是伺服器 對 所以這個時候 伺服器就會跟資料庫說 那個 我要把這個台北市的監測數據 全部都抓出來 所以這時候 資料庫就把 它去資料庫裡面找 只要是台北市的全部的資料 我們就把它抓出來之後 去回給伺服器 然後伺服器就會把它整理成一個是 就是瀏覽器裡面的程式看得懂的部分 我們現在講的這三個呢 其實裡面都是有各自的程式在運行的 對 所以這時候伺服器呢 就把資料庫給的資料整理成一個 瀏覽器看得懂的格式之後 把它還給瀏覽器 對 這個概念 好 來 那個可能有一點困惑 我們回憶一下昨天在講那個 網路的那個風包的例子 你其實 你的網路風包可能會經過非常多 就是我要從 比如說台灣到美國的某處 的時候中間會經過非常多的不同的 比如說 router switch 路由器這些東西 那這個概念 這邊也是一樣 就是 我今天 只是我們今天講的是 更 更邏輯上 更抽象的東西 就是 我今天從瀏覽器到這一台伺服器的時候 它就很像是 我要從比如說台灣 連到日本的某一台主機 去問它的東西 對 對 然後 只是 它今天 每個 每個人 每個地方會有自己負責的 那個不同的功能 對 所以呢 當瀏覽器今天我抓到這些資料之後 你就想它 抓到了一個 比如說Excel的表格 那我要把這個東西呢 去跟瀏覽器說 請 我要畫一張地圖 而且我要把這些資料的點 全部標在這些地圖上面 所以我們它就 那個時候它就不只是那個Excel的資料而已了 它是一個看起來是一張圖 然後可以互動的東西 對 所以我們一般的常見的工程師的分法 我們最簡單的 現在大概比較流行的分法 就是我們會把一個網頁的做網站的工程師 分成前端和後端 那個前後是一個相對的概念 那對工程師來說呢 分法就是前端就是 它就是負責寫在瀏覽器裡面 跑的程式 那剩下的呢 後面瀏覽器之後的事情 就是由後端工程師來處理 這樣講我知道還是很抽象 所以我們講一個應該比較好 那個讓大家辨別的方法 就是前端工程師做的事情呢 就是使用者看得到的東西 比如說我們前面會講 今天這個畫面 我的排版要長怎麼樣 我這裡要畫一張地圖 那比如說我上面的 今天我這邊要有這一堆選單 然後這個選單 比如說他們的間距啊 他們的字型 他們的顏色 這些事情 然後還有比如說 我手移上去之後 要有一些比如說提示跑出來 這種東西 比如說和互動有關的 和呈現有關的 那就會是前端工程師 要負責的部分 那聽起來好像 反正就是負責美工嘛對不對 有一點簡單講可以是這樣子 那你如果今天可能有一個人 你如果今天跟大家說 我想要找前端工程師的話 他可能會跑來問你 所以你要做的是Android App 還是iOS App 還是網頁 對 對 那這會 接下來又會 開始進入一個專有名詞的那個 循環 那簡單的分法是這樣的 就是工程師的講法是 你要 第一個你要看你的東西跑在哪裡 你是跑在瀏覽器嗎 跑在Android 還是跑在那個iOS 單機版 單機版 對 單機版又是另外一種 總之你只要是 使用者看得到的部分 或者瀏覽器 你的桌面的其他的程式 這些呢 都算是不同的平台 那每個平台呢 可能會有自己 使用的程式語言 對 所以聽起來很像那個天書的 比如說網頁通常配JavaScript Android呢 可能配Java或Coding 這邊都不懂沒有關係 這邊只是想要給大家一個概念 就是工程師的組合是這樣 我是 我在 我會 我是寫哪一個平台的程式 用什麼樣的程式語言 對 好 那後端的部分呢 後端的分法就是 只要使用者看不到的東西就是後端的 所以後端 其實是一個蠻廣的概念 比如說我想要做 假設今天 我們剛才講透明足跡的網站 它可以登入後台之後 去比如說增加資料 或是我要 我總是要定期更新監測數據 那今天 但這個東西一定不是 任何人進來都可以蓋的 所以我需要做一些全線控管 今天是要有全線的 或是要登入之後 我才能做這件事情 那比如說 像全線控管 就會是後端工程師在做的事情 因為它是 使用者看不到的東西 我進來之前就已經被決定 我可以做什麼 不能做什麼了 或是比如說 當然有講到資料整理 比如說我今天想要匯入新的 監測監測數據 這種東西就全部都是後端工程師 要負責的部分 那同樣 後端工程師也只是一個 大概的分類 你如果背後細分的話 每一個的功能 可能也會做不一樣的事情 比如說呢 我今天如果是做應用程式介面 就是我是做這朵雲裡面的部分的話 它可能是一個 就是我們通常會叫它API 我是做API的 它就是負責處理所有瀏覽器來的 這些瀏覽器想要跟伺服器講的話 的這個部分 對這可能是一個分類 那比如說我是一個資料庫的工程師 那剛才 我剛才一直有講到 我是一個爬蟲 我專門寫爬蟲的 我會去網路上爬了資料之後下來 放進資料庫的 這可能也是另外一個分工 對 那我後面 比如說我想要做數據分析 那可能又是另外一個專業 因為會看到後面其實搭配的語言 其實都會不太一樣 對 那會講這個其實要跟 就是要給 像大家有一個概念是 今天工程師的這個分類 它其實是會一直變動的 就比如說大概在 像比如前端和後端的這個分 這個分法大概也是五年 大概五年前 大概五年前 五年前才開始出現的一個分類 在之前的話 大家通常都會叫自己是網頁工程師 對 所以這個東西是會一直變的 所以重點並不是說 我們分類要分的對 因為分類的目的只是方便溝通 讓大家可以很快知道 我是一個網頁工程師 我是一個前端工程師 所以我大概會的東西 我的專長是什麼 所以有一個我覺得蠻有趣的那個點子 就是你在跟工程師聊天的時候 你可以用他會的語言 和他會解的問題來分類工程師 就是當它出現一堆黑化的時候 你至少可以先區分這件事情 然後再來是分類不代表它只會那個 就比如說我自己主要的專業是前端 但我後來也學了爬蟲 所以工程師他通常會懂的 他會懂不止一個領域 但是專精的 他只會專精其中幾個 所以這個意思是說 如果今天這個專案比較單純的話 可能一個工程師就可以做完所有的事情 也不一定 所以不用特別去區分說 我要做一個網站我就需要前端加後端 其實不一定 比如說像是那個透明主機的話 現在它是有前端後端的分法 但是它其實也可以用全部找前端工程師來做 也是技術上也是可以做得到的 然後最後還是要提醒你 就是分類的目的是溝通不是限制 就是不要因為現在這個分類是這樣的存在 所以就一定要照這個分類去做事情 但是是你要知道今天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分類出來 好 那這邊接下來我簡單介紹一下那個設計的部分 因為我們之後還有一門課是專門在講設計 所以這邊就不會講得非常的詳細 但是設計基本上我們今天想要讓一個網站出來 它比較像是在寫程式之前需要做的事情 就我要怎麼樣決定一個網站要長成什麼樣子 我可能會經過非常多的步驟 比如說我要研究設定一下到今天 我這個網站想要針對的使用者是誰 然後去針對這些使用者來設計 它進來網站之後大概會想要做哪一些事情 然後就可以決定這個網站 我大概比如說頁面的呈現 他們頁面之間的關係要是什麼 我要怎麼樣瀏覽 之後我會畫一些草圖出來 有點像剛才大家提案講的 我要畫一些關鍵的頁面出來 有了這個之後我們還會有其他設計師來去把 比如說這個網頁到底 比如說我的顏色 我的視覺呈現 我的風格要是什麼 這些東西決定好 然後有一個最終的排版 那這個東西定稿之後 再讓工程師來把它真的做到瀏覽器裡面去 對 這大概是一個簡單的分類 程式的流程是這樣 舉個例子來講 像比方講有些程式它有一個 對使用者來講它操作會有一個流程 比方講我今天進到這個網頁以後 我要去可能我要 query一些資料 那我可能要先點哪一個 menu的 button 然後到下一頁到下一頁 類似像這一類 所有的一個 program的 flow 但它的定義跟討論是要 掛在這方面的哪一點 理想上它會在設計的階段處理好 就是它通常會是在網站資訊架構 或是線框圖的這個部分 因為你講的流程就會是 它會影響到今天我作為一個使用者 進來之後 我會期待這個網站要怎麼樣使用 所以它應該會在設計的階段解決 當然我們在實務上不一定會這麼的完美 一定是先設計再寫程式 它可能它會是一個互動的過程 對 因為我會提到這個問題是因為 像我們公司最近也是在做一些專案 做一些跟網頁操作上面有關 去控制音音設備的東西 像我們就會比較會討論到說 我們要怎麼樣讓使用者最簡單 最適宜它的方式來讓他去做操作 所以有時候我們考慮到的是 在於我們的對象是使用者 所以我們會考慮說他怎麼去操作的問題 那如果說今天是工程師的話 基本上我們的操作方式就不一樣了 會比較複雜 比較偏向到工程師它所要的一些方式 detail 的這樣去做 是不一樣的面向 所以我比較好奇是說 像這種案例來講的話 你們會怎麼樣去考慮說 它的設計你們是朝向怎麼樣去做 好的 那這部分比較偏向設計的部分 我就留給那個 因為明天還是後 好像是明天吧 明天的講 明天早上的講者 來講這一塊 因為它就會講設計的部分 那我就有另外一個提醒是 就是我剛剛講好像是先設計才寫程式 但是大家可以回想我們最一開始講的那個 專案的生命週期 就是比較理想的一個數位專案開發 它應該是一個快速迭代的過程 所以其實應該是我們有了一開始的設計 很快寫出一個部分的可以動的網頁之後 會進到下一個階段它就重新來走一遍 我從設計然後寫程式到驗證的過程 所以比較理想會是 它會是一個交錯說互動的過程 它不會是設計完之後就把程式寫完這樣子 對 那以設計來說的話 我們一般的最簡單的分法 如果我們要分類的話 就是左邊這一塊 就我們比較處理 比如說人的感受 或是使用流程的 我們會叫它是UX 就是使用者體驗的設計師 那右邊呢 我們今天要把東西不只是做得漂亮 我們要讓它用起來是一個平衡好用 就是比較直覺的東西的話 我們會叫它是UI 對 就它是界面的設計師 那這邊和工程師那邊其實一樣 就是我們不要說 不要特別去區分說 UX就是做UX UI就是做UI 它們之間其實都會有一些重疊的部分 但只是說 大家擅長的東西不太一樣而已 對 那一樣如果我們今天 不知道我專案到底要什麼的話 那你就可以說我需要設計師 那設計師有興趣的話 他就會自己去搞定說 其實這個專案需要什麼樣的專業 好 那這邊有沒有一個小作業 是想要讓大家來提說 那就是可以把你的那個提案的文件寫出來 但是我現在我今天講有點慢 所以我要直接跳過這個東西 我們就直接下去 對 那中間你如果想要去洗手間或是什麼的話 就也可以直接去 好 那我們剛才大概把專案的生命週期 然後還有我們裡面會牽涉到的設計師 和工程師的分工大概講完 還有講了如何提案 那我們接下來會講的是 如果今天就是作為一個組織 或是我想要做一個專案 但我本身不會寫審視的話 可以怎麼辦呢 那有一個方法是 你可以在開源設計裡面來找人 來和你一起把這個東西做出來 當然另外一條路是我們可以直接 比如說找一個專門接案的公司 或是其他工程師付錢幫他解決 但我們今天的重點會擺在怎麼樣 在開源社群裡面 來找人一起來協作這個東西 好 那我們先講 如果今天我們是 就是想要走比較一般的路 就是我們想要找 就是發包我們去找一個廠商來做的話 它並不是完全沒有壞處 第一個是因為它的權責 其實就是區分得非常清楚 所以我就是一個負責幫你把東西做出來的公司 那當然所以相對的 對 因為它權責清楚 所以它也不一定就會 就是給你太多的承諾 就是它會給你我一定做得到的東西 對 它就是一個切得比較清楚的東西 那再來的話是 當我們今天把東西外包了之後 那我們就會需要考慮到 長期維運的時候該怎樣處理 比如說這間公司會永遠跟我們配合嗎 對 那不配合的話 我們接下來要怎麼樣去處理這件事情 程式嘛 是不是我們的 我們就算是我們拿回來之後要怎麼辦 對 那這不是說總之找外包很恐怖 但是這是說我們找外包的話 會需要考慮到的問題 對 那再來第三個的話 我覺得這是是好是壞 就看大家怎麼樣使用 就是你找外包 那就是我們 我們就可以用預算來控制專案時間嘛 它就是一個錢的問題 因為只要可以用錢算的 基本上都還滿好解決的 就一刀兩段嘛 對 好 但是如果我們今天不想要 比如說我們是組織 並沒有錢或是沒有資源 或是我們今天想要來嘗試 開源的寫作的話 可以怎麼樣做呢 那這邊我舉的是 就是GNV的做法 就是這邊的 GNV的做法的話是 我們GNV它會定期的辦 這種開放給所有人參加 會報名的黑客送 那其實我知道香港也有 然後中國的話可能就要看一下 當地的開源的社群 對 那這樣的社群 其實它的重點是 它會不只是技術人的聚會 它也會去 就是因為各種人都會來 比如說我們是議題工作者 我可能是政治工作者 那我來了之後 在這個場合 它其實就是一個跨領域的 交流的一個場合 那我們在這邊等於是接洽說 今天誰對哪一個專案有興趣 我們就可以來看看 這個專案能不能繼續 用開源的方式繼續做下去 對 然後所以它會 這邊的話 我們就會是用開源的方式 所以呢 你可能會 就講到我們第一天講 要符合我們 那個前天講的 就是Bob講的那些 開源的相關的精神 比如說我們東西是公開的 那我們呢 東西是 盡量可以盡快釋出來 給其他人 然後可以來接力 那就是這邊也會鼓勵說 如果我們今天專案發展到一個程度的話 可以自己做自己的社群 然後自己做自己的小的黑客松 一起來 開發這樣的專案 那 這個東西可以 之所以可以運作 是因為大家其實是有一套 共同的語言的 就是我們 相信的是 今天開放原始碼的這樣的 協作文化 那我這邊就很快舉一個例子 就是我們之前參加過那個 爬租屋的 租屋網站的那個例子 我們大概整個專案花了兩個月 那我們 第一個月呢 我們就交了大概三萬筆左右的資料 那花了兩個月的時間呢 我們把全部七萬筆的資料 全部交出來 對 那 其實一開始是這樣 就是 那個 老鄭的 朋友 他就來GTV提案嘛 那 提了之後 提了之後 那個提案其實寫的算滿完整的 那提了之後 大家就開始來跟他講各種建議 比如說 你這個專案可能誰有做過啊 或是你可能可以怎麼樣做 但是其實講完之後 在黑客生活的當時呢 其實是沒有 是沒有人真的跳坑來去把這個東西做完 那個接下來做的 那我自己 我自己是這樣 我自己那個時候的想法是這樣 就是 因為那個時候老鄭的想法是 我想要來做一份研究報告 研究案 所以我需要去爬591的資料 爬租屋網站的資料 我想要去爬租屋網站的資料 所以 但那個時候 比如說 我在現場聽到的感想就是 那這個東西聽起來就是幫 幫NGO做一件事情 做完就沒了 好像 對我來說沒有什麼吸引力 那到底吸引力是什麼 就是對我來說 如果今天這個資料 對一個習慣參與開運的話 的人來說 這個資料爬下來之後 只給一個人用 沒有給其他人用 是一種蠻有罪有感的事情 那它能不能開放出來呢 可是 你如果想到背後 如果想要開放的話 那難道 我要去要求NGO說 你們的資料應該開放嗎 聽起來好像有點難 因為 那你就是在去 你就要 不是做不到 那你就要去開始改變 比如說 這一個NGO的文化 或他們的工作流程 什麼的 就是你要去處理到 比較複雜的事情 然後 但是其實 回去想一想 我自己其實 因為我自己這幾年 一直在關心居住問題 那對我來說 這個住屋資料缺乏 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的確是需要解決的 而且是一個基礎建設 所以今天 所以今天一個NGO的研究案 然後 一邊是我要做一個研究案的NGO 另外一邊是 另外一邊是覺得 今天這個長期的租屋資料 是一個需要的東西的時候 我們可以怎麼樣 透過開源的方式來合作呢 那我們如果先回到 我們原本那個 生命週期 那個專案生命週期來看的話 一開始 那個坑主或是暗主 我想要做的事情是 我其實今天就是 我想要拿資料來研究 就是因為現在 我們缺了這樣的資料 所以我們需要找人 來去爬那個租屋網站 所以要嘛 我在這邊有找到人 不然的話我就是找公讀生 一筆一筆把它抓下來 那其實對我來說 我想要做的事情是 我希望台灣有一個公開的 那個租屋的資料庫 是可以來讓所有有興趣的人 不管你是媒體 你是研究者 都可以拿這個東西 來去分析台灣的租屋問題 那這是我想要做的事情 所以我可能想要做 欸我不只是抓租屋的網站 我可能要抓在品牌公寓 那我可能要 然後我還需要把這個資料 可以釋放出來 所以我們最後的發現 其實我們兩個的提問 是沒有互相衝突的 因為我們都需要一個資料 那只是我一邊關注的是說 我想要去解決我現在關心的 比如說是最低基本工資的人 可以住什麼房子的問題 那我關心的是這個房子後續使用的 這個資料後續使用的問題 所以其實我們最後就變成說 我們開了另外一個新的專案 就是專門來處理開放資料的這個部分 對 所以那個時候我們就變成是 從一個專案變成兩個專案 一個是專門爬資料的 就是爬租屋資料的 那另外一個等於有點像是上下游 另外一個 那原本的NGO專案就變成是下游 因為我有了開放資料之後 我就可以拿來做我自己的研究了 那這個是開放寫書的好處 就是它並沒有去限制 並不是說我今天原本的坑主提案 提了案之後 我們就一定要照著坑主的那個想法做 所以反過來其實我覺得 一開始想要提案的時候 也不用真的太去擔心說 我現在這樣子寫 是不是會限制到參與者的想像 或是參與的方式 因為開源的它的基本的邏輯 就比如說我的授權的條款 它就保障了讓任何有興趣的人 都可以用它想要的方式來去介入這個專案 對 那而且其實今天透過這樣的模式 它導致的結果就是 它也不只是一個上下游的關係 它不只是我寫了爬蟲之後 把資料給那個NGO這麼單純 那其實在實際的過程裡面 我們剛剛其實有講到一點 就那個是我先 比如說第一個禮拜 我先寫了一個不太會動的爬蟲 它可能爬了一部分的資料出來 那這個資料呢 給了NGO之後 這時候NGO會去 它用它的Excel 跑完之後跟你說 我覺得你的爬蟲哪邊資料有問題 跟我在網頁上面看到的不一樣 它等於再幫我做一個是 幫我去看我的爬蟲有哪裡 等於是抓錯誤就對了 看我層次哪裡有錯誤的 這樣的一個過程 那所以這東西我透過它的回饋之後 我可以把我的程式修好 最後那我也可以反過來 可以給NGO一個更完整的資料 對 而且因為NGO就是 他們之後也需要清理資料 比如說你在那個租屋網站上面 看那個資料 會有很多是人為的錯誤 那個是程式無法處理的 那就是NGO在做研究的時候 我需要把這些資料 錯誤的資料剔除掉 所以這個東西最後也有回饋到 爬蟲的程式裡面 所以我們最後有去 那個有用程式的方式來去自動化 把這些錯誤的資料直接剔除掉 對 所以雖然看起來好像是一個工序的關係 但其實在開源的寫作裡面 它會是一個循環 就是它會是一個互動的過程 對 那這個專案後來就也衍生出了非常多其他 那比如說有媒體拿我們的開放的資料去用 或是後面之後會做剛才講的那一個 那個租屋平台 開源的租屋平台 也是因為這個專案的關係 所以我們用了同樣的程式 那現在正在做一個 就是比較好的 比較好用的一個租屋平台 還沒正在做 欸很想用啊 好好好 對 對那剛才講的是 開源的其中一個例子 我們講的算是中等的複雜度 就它不是黑客送當天就可以解決 大概做了兩個月的時間 就可以做完的事情 對那我覺得 欸 再真的那個覺得好像開源 就是一個很好的解決 分法之前呢 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就是要先問的是 我今天想要做的這個專案 適不適合開源 對 適不適合開源寫作 應該這樣講 那我覺得在講 會問這個問題之前 當然就是說其實不一定適合 那到底為什麼呢 我覺得 我們先從一個最基本的東西 開始講 就是開源界和一般的組織的形式的 整個文化是非常非常的不一樣的 它不只隔了工程師的專業 它還多加了一個是開源文化的這一套 就是基本的信仰 就是你需要共同都使用開源的這一套精神 你才有可能來用開源的寫作方式來做事情 對 所以呢比如說第一個是開源界非常在意 我看到一篇文章 我想要轉之前都會去找你有沒有CC授權 沒有的話我可能就不太想要轉之類的 對 然後再來開源講的是誰在意誰痛苦 就是說它並沒有 你沒有辦法去指定說今天就是哪一個工程師 要把哪一件事情做完 它講的是我今天我身為一個工程師 我覺得這個案子我很有興趣 所以我想要把裡面的什麼東西做完 所以它講的是一個主動的過程 它不會有這麼明確或是強制的 這種命令的關係在裡面 對 然後再來它講的是粗略的共識 意思就是說你一樣跟第二個有一點像 跟第二個有一點像 你沒有辦法控制誰一定要聽你的話 但是如果今天你的文件比如寫得夠清楚 是讓大家都認同的 那大家其實會用差不多的方式 來去做達成你要的東西 當然它的另外一面也是說 我覺得你的東西不好的話 我就會另外去自己拿你的 現在已經做的成果去做另外的東西出來 就是這也是會發生的事情 對 那開源另外一個比較少看見的是它的過程是 基本上是要求是永遠都要開放的 意思就是說我們比如說寫了程式碼文件 或是我畫的設計稿 就是只要到一個段落 就是會直接拿出來給大家用 那其他人就可以直接拿去接力 那這其實也相對可以解決了 那個剛才講我們說我們用 壁圓的環境裡面 程式碼的交界的問題 因為我們開源在開源的專案裡面 我們為了讓這個東西是可以很方便的接力 可以給其他人用的 所以我們不管是比如說文件 或是程式的自動化 其實都會做得比 就是相對來比例上來說 會比一般的壁圓的那個程式還要好 因為這樣才可以方便其他人 只要不需要問我 不需要再去找我 那就可以自己把東西跑起來 但如果我們回到一般組織裡面 它其實是一個非常不一樣的狀況 就是第一個比如說我們可能有預算 因為會有比如我們要養專職的人力 所以我們就會有年度的規劃 會有年度的報告 我們會有一些目標和期程 所以我們一定要在什麼時候 做完什麼樣的東西 所以它會是一個 一個是比較是有組織的 然後是一種有權利關係的結構 那另外一邊是一個 透過了某一些共同的基本 大家共同的基本的信念 來一起想要做事的一個結構 所以這兩個東西 今天要可以合在一起 一起做事情 並不是這麼自然而然就會發生的 對 那在 雖然我們這邊 這個是在2016 對2016的時候 The Gliminion 會有提出的一個東西 叫做Blue Park的量表 那這個量表的目的呢 是來幫你衡量說 今天我想要做的這個專案 是不是它的開放的程度有多高 那這是 大家可以看到這是 零分一分兩分嘛 所以我們可以根據 上面寫的這些項目 比如說時間 費用 來去加總 那我們等一下會有實力的 來去加總 我今天加總出來的分數 越高的話代表 代表的是我越難開圓 越難開圓協作 那我如果越接近零的話呢 是我越可以開圓協作 那這邊要講的 有一個景語呢 是這個東西呢 你要把它想成是心理測驗 意思就是說呢 它並不是說 我超過十分 你就不能開圓 不是這樣的 我們只是說 開圓的方式 或是開圓的那個空間 就是你會需要發揮更多的創意來想 還要怎麼樣做 所以這邊舉一個例子 也一樣我們來舉 剛才那個爬租網站的例子 所以原本就是那個NGO 勞工陣線提的例子的話 第一個就是因為這是年度目標嘛 最後一個死線 而且因為去年台灣選舉 所以它其實會有一個很緊的時間 我一定要在選舉之前 做出一些事情來 那NGO可能有一些錢可以 了不起我可以請公讀生嘛 所以我會有一些基本的預算 來做這個專案 那我這邊會需要 懂租屋議題的人 懂數據分析的 他會需要 而且我需要工程師來 一起參與這個專案 所以它會是一個 多人而且跨界的專案 然後再來 它的數位性是 我需要一部分的程式 但是我也需要一部分的實體 比如說我需要開記者會 記者會之後 我可能要有後續的行動 去找比如說台灣各地的候選人 來去 比如說劃壓或者是簽署 我們這個NGO想要提出的 那個政策的 遊說的政策之類的 那模組性的部分的話 它大概是一半一半 因為比如說我出了一份報告 大概就是報告 我沒有辦法拿去給其他地方用 但是我爬下來的資料 是可以給其他人用的 那再來通用 模組性就是能不能給其他人用 比如說我們講爬 那個爬蟲好了 就是我們寫了一個591的爬蟲之後 這個爬蟲你大概很難拿去 套用在比如說其他的網站 或是其他族網站 但是我可以把比如說 591的這隻爬蟲 把它做成比較好的模組之後 之後所有任何人想要爬591的話 都可以用同樣的程式碼 再做一點修改就可以用 不用整個自己重新寫 這個就叫模組 就是我可以把一個東西 共用的部分拿出來 可以給其他人一起使用 通常在程式的世界裡面 比較容易辦到這個東西 那通用性的部分的話 它基本上是一個完全客製的東西 因為我就是爲了這個租屋網站 特定的租屋網站寫的 而且我做出來的時候是一本報告 那最後公開信的話大概 原始資料的部分是適合公開的 但是你爬原始資料 你還是要做一部分的去識別化 比如說你如果講到這些房東的電話 或者比如說地址 這種東西和隱私有關的東西 我們還是要把它取掉 那最後分析的那個過程 比如說我要怎麼樣去過濾 這些我覺得是錯誤的資料 那這個東西可公開可不公開 但是它的過程裡面最後是沒有公開的 所以我們今天整個這樣算下來的話 它大概距離那個0分的距離大概是9分 所以其實算是一個中等的狀況 我們看大部分的東西其實是在1的這個程度 但如果我們來去看後面那個 就我們後來另外同樣衍生出來的那個專案 就是純粹做開放資料的話 它其實大部分因為我們就是一個開放的資料 我其實什麼時候做完沒有關係 我只要其實那個時候只要可以夠 來提供給原本的NGO使用就好了 所以它沒有一個非常嚴重的時間的限制 那反正就是我自己做嘛 我也不需要領錢 就是然後它是完全數位 我就是寫程式而已 寫完之後程式碼直接丟在網路上面 大家可以自己去使用 所以大致上它是一個非常接近0的一個專案 所以它就非常適合用開源的方式來做 所以其實這邊可以看到的事情是 越開放的它你越接近0的 它就越容易開源寫作 因為你就越容易它是一個數位的 你可以跨地區跨時區 大家根本不用見到我們面 不用互相認識 就可以直接使用我的東西 那但是離開放越遠的呢 代表的是它越需要去思考的是 我要怎麼樣才可以成功的寫作 對它需要更多的設計或是經驗 比如說像這個專案的話 我們是透過兩個案子的合作 兩個專案的合作 那比如說像剛才那個事實查核 總統事實查核的例子的話 我其實只有把竹子稿的部分外包 剩下的部分的話 其實還是在那個新聞專業裡面去處理 那所以就是你會去 越複雜的專案 就是越離開放越遠的 你越需要去思考 那今天要怎麼樣來和開放文化可以搭配 和寫作可以搭配 然後最後一個是複雜度 我們剛才這個量表裡面有一個 沒有講得很仔細的是複雜度 就是但是複雜度今天會去影響 我們可以做哪一些選擇 比如說我今天是多人 比如我做一個APP 剛才一定有跟大家介紹 工程師和設計師的那個職業的專業的分類 所以我今天做一個網站 可能需要一個人 但也有可能需要很多個不同的專業的合作 那跨界 比如說我們今天做一個舉報的系統 就是黑黑那個工廠的舉報系統的話 我可能會需要跨非常多不同的領域 比如說地理資訊的 我可能會需要做個案處理 或是譬如說議題的相關的東西 所以我們如果今天用 剛才的BLOOPAR量表 我們講的是接近開放或是遠離開放 然後再加上專案的簡單和複雜的話 其實是可以畫成一個四格的象限圖 來幫大家來看說 今天我想要做開源專案的話有沒有機會 所以我們今天講右上角第一象限 如果我們是越接近開放 而且越簡單的話 那有興趣的話就做吧 就是它就是一個可以一坑到底 就是我提了案之後 就很有可能會有結果 有提案就會有收獲的一個東西 但如果今天是左上角 就是它雖然簡單 但是它不開放 它遠離開放程度比較高的話 那要考慮就是 今天你要來做開源的寫作 其實也是有成本的 因為你要去思考怎麼樣 才可以找到一個適合的方式 不是不能做 但是你要記住這個東西是有成本的 那如果今天你的專案是 比較複雜的專案的話 那我們就要來 比較複雜的專案 我們先看左下角 就是第三項線的話呢 你是一個比較遠離開放 但是複雜的專案的話 那你要做的事情就是 你需要去做一個跨界的專案管理 或你要去思考今天怎麼樣做 才可以真的讓它變成是開源的 那如果是右下角的話呢 你是一個比較接近零的 比較接近開放的專案的話 那其實最典型的做法 就是現在大家一般在 經營開源社群的方式 你就是做一個自己的社群 比如說你有辦定期的小聚 定期的聚會 然後有固定的人累積下來之後 大家會開始慢慢上軌道 可以一起把這個複雜的專案慢慢執行完 對 好 先到這邊有什麼問題嗎 我麥克風在哪 馬上傳到後面去 謝謝 有聲音嗎 我其實還是比較好奇 那個就是租屋的那個專案裡面 後來法律的問題 就是可以稍微 就是因為如果經常要做類似這樣 去做開放資料的話 一定會遇到類似的問題 有沒有一個初步的 比如說我們可以 細節的話我大概沒有辦法講 但是呢其實是可以看 我們後來有寫在那個 我等一下後面有提到的時候 會講到我們最後寫在哪裡 就是我們後來因為這東西真的有點複雜 所以我們最後的方式是我們直接 在最後的專案裡面我們直接開了一份 共筆 然後找了我們自己認識的 那個法律專業的朋友 直接在共筆上面把我們全部的問題都回完 所以它就是這個詢問的過程本身呢 也是開放協作的 就它是一份CC的那個文件 那其實大家都可以上去編輯 可以上去提問 然後呢我們會定期整理好之後 然後來讓那個專業的人回答 好 那我就繼續下去喔 對 好 那其實剛才我們在這邊 有跳過一個東西 就是我們再去衡量 我的專案適不適合做開圓協作的時候 有講到的是專案的複雜度 其實是決定我可以做怎麼樣的開圓的空間 的一個指標嘛 那這裡會回到我們剛才 一開始有朋友問的問題啦 就是那個我自己就不是那個技術背景的人 你為什麼 我要怎麼樣去衡量這個專案複不複雜 因為我就是因為我不會 沒有辦法規劃一整個東西該怎麼做 所以才會需要來找開圓的社群來協助 所以這邊大概給幾個指標 讓你知道當你碰到這個狀況的話 就代表你的專案其實可能蠻複雜的喔 那第一個的話是推薦可以先做一下 那個BLUPA的心理測驗 當你做下去之後發現 我的分數其實好像有點高 比如說我今天是需要很多個人 或是我需要跨好幾個領域一起合作的時候 那可能它就是一個複雜的東西 那我一開始或是我做了BLUPA 我也沒什麼感覺 或是覺得它其實靠那個臨蠻近的 靠開放蠻近的 那所以我就很勇敢的寫完了 我的那個提案的文件 然後去開圓社群提案了 結果提了案之後發現 其實沒有人跳坑 大家都只是來跟我 像剛才那個租屋資料的例子 就是大家都來跟我講了一些建議之後 但沒有人跳坑 那我可能要意識到 這專案可能沒有我想的這麼簡單 對 那或者是呢今天又有人很勇敢來跳坑了 對 但結果跳坑之後發現 其實我們的東西並沒有做得如想像中的那麼順利 對 那我們也要知道說 如果今天這個專案的工程的複雜度 其實是比想像中的還要高的話 那今天它也有可能會是一個複雜的專案 和那個設計師的這兩種專業 那其實在比較大型的諸位專案裡面 還有另外一個專業 它叫做專案經理 就可能其實一般的專案裡面可能也有碰到這樣的 也有這樣的職位的分類 對 那在這邊的話 就是當你今天碰到一個複雜的專案的時候 你會需要的是一個懂開源文化的專案經理 懂開源協作的專案經理 對 這個專案經理 大概他會需要的能力會是什麼呢 第一個是他要懂你在說什麼 就是他要知道你今天講的那個問題到底是什麼意思 對 他要說出那個目標是什麼 因為這樣他才能真的可以和你一起合作 來去講出真的比如說我今天程式上面要怎麼樣規劃 或是我在開源協作的這些選項裡面 我可以做哪一些的事情 那當然第二個他一定要 既然我們今天是想要做一個開源專案 那他就會需要知道開源 今天開源的協作文化是什麼樣的意思 比如說我今天要怎麼樣 如果我要適不適合做一個社群 我要怎麼樣開始做 那如果不適合的話 我要透過怎麼樣的方式 比如說我要找誰 或是找什麼樣的工具 有沒有現在已經存在的專案是在進行的 相關的專案 那這些東西他又需要知道這些東西 就我要有辦法找到相關的資源 可以來投入這個專案 然後最後理想上的話是 他又可以切得出階段 所以既然是所謂的複雜的專案 我不是一天或是可能幾個禮拜 就可以結束的事情的話 那我就需要去走我們剛才講的那一個 快速的迭代或是我們說的過程 我需要去切得出階段 比如說我要先做什麼東西 是可以去得到那一個 可以測試的 可以使用的 或是可以評量的 哪一個最小的東西是什麼 我要切得出階段 那我要知道這每個階段之間 大概我需要找怎麼樣專長的人 比如說我一開始就需要找設計師 或需要找工程師嗎 怎麼樣工程師 如果可以的話是 他會需要去找到這樣的人 那最後的話是 這種人通常不存在 就是你很難找到一個 有全部這些能力都有 然後又突然有時間 可以去協助你的人 所以的話呢 我自己的經驗是 那你至少先從願意跨界的開始 因為就像我剛才講的 我們今天在講說 開源的數位專案的時候 其實在講的是一個 跨領域合作的問題 就是它的根本其實是 跨領域合作的問題 所以跨領域合作的關鍵 就是要有一個人可以去懂 這個專案相關的領域的各種知識 要有一個人可以懂這樣的東西 那他就很容易去成為 那一個讓專案成功的人 對 所以最基本的原則是 你至少會需要去找到一個 願意去跨 比如說你 就是提案的這個組織的專業 和比如說城市的專業 這樣的人 對 那如果今天很不幸的是 我們還沒有找到這樣的人 或是比如說我就決定 我今天有一個社群聚會 下禮拜有一個社群聚會 我要直接去了 的話 那做一個議題工作者的話 我不懂技術 那我大概可以怎麼樣做這件事情 那我覺得至少一開始的思考是 我覺得 就除了組織的目標之外 因為 一般來說 我們做事很習慣是 比如說想要做一個網站 或是我今天組織有一個年度的目標 想要達成 所以我提的案子就會非常專注在 比如說我一開始的那個提問 和我想要解決的問題 但是今天在開源 來開源社群協作的時候 需要注意到就是 除了組織的目標之外 也需要去想的是 今天對開源社群來說 做這個專案 它的用處是什麼 那我覺得最 我自己覺得最貼切的講法就是 今天做這個專案 能為開源社群留下什麼 並不是說它一定要比如說 有錢或是什麼東西 但是 但是比如說你今天留下的是一個 後面其他人也可以用的資料嗎 其他人也可以用的工具嗎 或者是比如說單純的是 培養今天比如說 一些初學者 開源的初學者 我是工程師 但是我對開源的領域不熟的人 可以透過這個專案 來去熟悉開源社群 那這也是一種貢獻 對 但總之不管是哪一種 就我覺得是 除了原本這個專案的 那個問題意識之外 有需要 也需要放在心上 就是今天這個專案 可以為開源社群貢獻什麼東西 對 那這就會是一個文化 或是思考上面的轉變 對 那 第二個是不管怎樣 理想上當然還是最好找到專案經理 因為 我們還是需要有人來去幫 這個專案規劃 到底今天它多複雜 它是不是需要切步驟 它需要找哪些工程師 或是設計師來幫忙 所以 至少提案的時候 我們可以試著來徵求 我們至少徵求一日專案經理吧 有點像是過問的概念 就是我來了之後 可以跟你說 你這個專案大概的狀況是怎麼樣 那我可能有什麼潛在的風險 是需要處理的 那 最後 第三個 就是 我來提案的時候 不要只問 那個工程師說 你會不會做 你能不能把這個網站做出來 或是你會不會做這個網站 你要問的應該是 如果是你的話 你會怎麼樣去分工作 或是怎麼樣 才能用開運寫作的方式 來完成這個專案 就像那個生小孩一樣 如果今天 那個 有一半只是說 我想要生小孩 然後我們就生下來的話 通常結果都不會太好 對 就是 如果我們不先把 怎麼樣分工 和怎麼樣寫作 講清楚的話 就是可能 結果會是很無法預期的 然後 最後一點的話是 在互動的過程裡面 要確認那個 權責是相符的 這個後面會再講細一點 就是 當我們今天 因為在開運寫作的場合 通常 那個衡量的指標就不會是 比如說 我付你多少錢 你要幫我把東西做出來 對 那什麼樣叫做 權責相符 什麼樣叫做給予回饋呢 那 這邊會 這邊就大概講一下 你除了錢以外 大概 一般的 我所知道的工程師 對工程師來說 那個成就感的來源 會是什麼樣的東西 好 那 第一個的話 就是我覺得工程師有一個 我不確認大家的習慣 我自己喜歡的比喻是 因為我自己做菜 對 然後所以我自己喜歡的比喻是 你通常 你自己用心做出來的東西 就算別人看起來很醜 你還是很開心地把它吃完 對 所以工程師大概有點像 這樣的個性 就是我今天對我來說 對我來說 這個東西做出來之後 它到底比如說影響了多少人 或者是它有沒有達到那個坑主提案 當初的那個提問 對我來說其實不一定 都是這麼重要的事情 可能做這個東西 我寫出一個漂亮的程式本身 對我來說就是一個很久感的來源 對 所以這可能是一個 就是我們今天做參與開院專案的時候 可以是一個 就是我可以做出一個很漂亮的東西 那這可能會是一個 那再來的話 是有參與感的專案 意思是說 很多人其實在開源社群 經驗到的一個很大 和公司很大的差異是 今天在開源社群裡面的每一個人 是都被肯定和尊重的 就是今天你在公司裡面 可能是老闆叫你做什麼 那沒有理由 總之你要做 但是在開源社群裡面 因為全部都是自願的 然後所以 所以你今天做的東西 每一個人其實是都會看見你 那基本上也都會去把你 比如說 如果你有寫了這一份 這個專案的程式 那其實你就會列在那個專案的貢獻者裡面 所以你做的事情是 都會留下記錄 而且都會被人家看見的 那所以 一個有參與感的專案 其實也是讓 就是可以吸引工程師 或是吸引這種開源協作 讓這個真相循環發生的一種方法 那當然 就是如果今天這個東西做出來 是有人用 或很受歡迎的 那也會是一個成就感的來源 那這就是 一般的專案其實都會有的 特性 那還有其他的是 我覺得就可以 是要來想 就是如果今天不拿錢的話 到底有什麼東西 是會讓人 願意留下來的 就是這個東西可能 就算在一般的組織 或是公司的營運也是一樣 就是如果今天 我能出的薪水 比人家少的時候 為什麼我的員工 還會想要待在這間公司工作 那個原因會是什麼東西 它可能會是 比如說這間公司的 這個組織的工作氣氛很好 比如說我給你的設備很好 或是今天這個東西 是可以創造某一些的社會影響力 或者是有一些人 比如說對他來說 做開源專案 他其實目標是 就是這個東西 因為是一個公開的資訊 所以它是可以幫助我 直接要發展的 比如說我今天 對一個設計師來說 我做出一個好的 真的好用的開源專案 而且完整的開源專案的話 其實對他的履歷來說 也可能是會有幫助的 那上面大概很快 講了一下我們在 如果今天我想要讓開源專案 去來協作的時候 可能會需要注意到的東西 就從簡單的寫提案 到後面比較複雜的 我要怎麼樣去衡量 我的複雜度 怎麼樣來去看這個東西 我的專案適不適合開源協作 那也講了蠻多 這個東西其實在台灣的開源社群裡面 過去這幾年其實一直以來 都有人在嘗試各種不同的方法 那我剛舉的其實只是發生在我身上的 那剛才舉的就是我們 不是透過進入組織 我們直接開兩個案子 來完成原本的 那一個租屋的研究報告 這是一種方法 那有一些人比如說他直接投入到 NGO 投入到公部門 進到組織裡面去試圖去影響 那個組織的文化 這也是有 那也有一些是在更外圍的 就參與方式非常多種 那我這邊沒有辦法一個一個講 但這邊就列出 就是我們這幾年大概有做過的 社群裡面有做過的各種分享 如果有興趣的話 這些上面其實都有蠻完整的那個錄影 或者是比如說文件 其實都還蠻推薦可以上去看的 好 所以我們在這個階段裡面呢 我們講了就是專案的執行 我們從簡單的到複雜的 到怎麼樣去衡量開源 然後我們講一點點那個專案的 該發規劃 等一下還會再講更細的東西 好 我們看起來有追上進度 所以我們這邊可以休息一下下 我們到十二點半嘛 好 可以可以 所以呢 我們這邊休息十分鐘 但是那個在休息之前 就是這個小練習 如果大家可以想像 因為我們那個下禮拜是要做黑客聳的 或是剛才講的過程裡面有想到什麼案子 也可以用這個機會練習 就是我們來練習一下 如果我們的專案適不適合 那個用開源的寫作方式來做 所以呢 等一下大家可以開投影片 然後就是我們來試著填一下 讓你的專案填一下 BluPA的量表 然後還有做那個開放程度 和專案複雜度的分類圖 對 來去看說你的專案 可能適合怎麼樣的開源的寫作方式 好 那現在四十分 所以我們就五十分的時候回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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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